电影票房破42亿 雷佳英趁机给自己帮了个假 带着老婆宅旭飞到三亚度假 结果就被网友偶遇了 网友发布了一张定位在亚特兰蒂斯酒店附近的照片 趁在海鲜店遇到雷佳英一家 正在一起挑海鲜 因为两个人的穿着和言行都很低调 所以差点没认出来 网友还重点夸了下 雷佳英老婆的颜值很瘦很美 还有网友在中缅附近溜达时 见到了在花浦边埋头刷手机的雷佳英 和海鲜店时同样的装束 珍丝卡通套装加洞洞鞋 疑似在座等逛街的老婆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雷佳英穿的卡通珍丝衬衫 看起来平平无奇 价格却高达16000多元 搭配的同系列短裤 价格也在1万元左右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震惊 没想到一直被炒土的雷佳英 居然随便一套休闲度假装 总价就要逼近三万了 以后再也不敢潮明星的品位了 可都是钱堆出来的 这套睡衣 竟然这么贵 长件事了 不仔细看以为是早堂子的 我的睡衣也是哆啦A梦 但我只花60 都不到人家一个零头 我居然以为她穿得很朴素 是我眼拙了 还有很多网友震惊于 雷佳英居然已经结婚了 不少吃瓜群众甚至都不知道 其实雷佳英和翟旭飞 是上戏表演戏的同班同学 女方曾演过金甲战士 龙门标局和空姐一起的日子 2010年两人结婚后 有了女儿小小北 目前翟旭飞是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 不过比起在影视中全方位 活跃的雷佳英 她的工作并不多 酷爱跳舞的她 经常晒出舞蹈视频 大秀苦练的肌肉线条 女儿小北北也是从小练舞 母女俩还会时不时的同框飙舞 从曝光的视频来看 女儿的舞蹈和音乐天分 远在爸爸雷佳英之上 不少网友猜测 雷佳英夫妇支持女儿从小学舞蹈 可能是有意让她往娱乐圈方向发展 而从小小北的舞蹈水平来看 未来说不定还真能往唱跳女团方向冲一冲 而雷佳英也曾在节目里 聊过想带女儿上节目 只不过她的出发点是 想让大家看看她有多混蛋 雷佳英说 女儿其实特别皮 能躺着不站着 有窗户不走门 整个人就很疯 她还吐槽女儿是个虚荣怪 到哪儿都喜欢吹嘘自己的爸爸 是雷佳英 虽然经常分享和女儿的视频 夫妻俩也不必会聊女儿 但在翟旭飞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几乎看不到和雷佳英相关的内容 大方分享和女儿的互动日常 却鲜少发布夫妻同矿照 难怪这次两人一起线身三亚度假 大伙儿会表现得这么好奇了 如今雷佳英的事业如日中天 女儿也到了 不需要妈妈紧盯着的年纪 不知道翟旭飞会不会趁着这一波热度 索性回归影失踪 趁着年轻再重一重事业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